七中选举马上就要来了 要怎么才能在七中选举胜出 是左派在积极思考的一个问题 按照现在的情势来看 民主党的处境其实并不乐观 情况不乐观没关系 有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做调整嘛 如果正当投票输掉的风险太大 那我们只要改变游戏规则 可以赢就好了 比如说抓紧时间 赶快把选举改革法通过 周二拜登出现在了乔治亚州 他的目的就是来跟大家谈一谈 更改选举法的问题 在这一次的演讲中 拜登又又又又一次管贺锦丽叫总统了 自由跟民主好像永远都是拉拢选民最好的两个词不管这个人到底在说啥也不管这个人到底在推举什么法案 只要这两个词一喊出来大家就会说他说的好有道理保护我们的民主 其实他刚才说的有两句话也挺对的 对于左派来说过程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数票的人跟数票出来的结果 那对于女人来说涂指甲的过程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涂完了之后长什么样 现在想想我以前真的是一个不太修蝙蝠的女人 因为我从来都不太注意指甲长什么样子 自从接触到了Niji Nils的指甲油以后 每个礼拜六都成了我涂指甲的日子 把我的指甲油都拿出来摆一排 然后挑挑看要选哪些颜色做搭配 然后再把它们都细致的涂在手上 欢迎大家登陆Niji L.A.com来选购你喜欢的指甲油吧 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有马卡龙纯色的 还有带亮片闪亮亮的 还有偏光色 喜欢什么就可以入手什么 AI News的观众朋友购买还有特别优惠哦 只要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就能够获得九折的优惠 左派一直在呼吁选举不公平 投票有歧视 那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立法 左派一直都想要动投票的法律 但是之前有过很多次都失败了 那么拜登这一次来到乔治亚州的目的 就是为了宣传左派推出的两个重磅的 关于投票的法案 这两个法案目前都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了 现在在等待参议院的投票 那这个投票流程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了 就是众议院通过了之后 然后交给参议院 参议院再通过了就是交给总统签字 那这到底是哪两个法案呢 这两个法案一个是The Freedom to Vote Act 自由投票法 这个法案其实就是之前的HR1 For the People Act 为人民法案的新版本 内容呢稍微做了一些改动 比之前的更加精简了一些 那另外一个就是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 约翰·路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 在这里呢把这两个法案的两条摘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看看他们在法案里面都提出了什么超级过分的要求 The Freedom to Vote Act 在这里面说 说有要求投票要看身份证的州 必须要接受各种形式的 不带照片的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 像是我们礼拜二在节目里面说到的 说什么你的这个银行账单啊 你们家每个月的水电费账单啊 这些都算你可以拿着这些个东西去投票 那我们都知道投票这件事 你首先最重要的就得证明你有没有投票资格 你要是不是公民你投什么票呢 拿一个银行账单一个水电费账单能证明什么呢 而且就比如说乔治亚州的选举法好了 人家就是规定你必须要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 连过期的驾照都接受或者是护照 你要是真的啥也没有 人家那还免费给你办 那这个提案里面说的就是 不管你州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你要看证件可以啊 我就给你水电费账单呢 所以这个法案就是在说 你不需要按照州的规定的法律来 联邦告诉你 没事 他们要照片 你不用管 你就拿着水电账单去就行 通过联邦法律来否决州已经立下的投票要求 那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 约翰路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这里边说了什么呢 有一个最重点的这里面说到 他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州 在制定新的投票规则 或者重新划分选区之前 必须得先获得联邦政府的许可 他说有歧视历史的州是什么州 是蓄奴州吗 那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就不能够立选举法了 因为制定什么新的投票规则 都必须要获得联邦政府的许可 如果联邦政府不许可 那你这个就被否定了 你就没有办法立法了 这个是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力量 用来管制各州的选举规则立法 他们做出这么多的动作 其实就是为了让投票变得越模糊越好 说白了就是谁都能投了 谁都能投你还要公民干什么 左派一天天的就是把那个心眼 全都用在这个上面 有那些个经历去读读圣经不好吗 去圣地以色列旅旅游不好吗 看看耶稣是怎么道成肉身为我们付出的 看看神都在什么地方行了哪些神迹 来填补填补空虚的心灵 加南美地旅游公司就推出了非常棒的行程 带大家一起来一个圣地之旅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都会带我们去哪些地方吧 耶稣你想不想去旅游啊 想啊听说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哦真的好啊 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 我知道我推荐洛杉矶唯一专精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加南美地旅游他们在三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 耶路撒冷的枯墙耶稣祷告的克西马尼园坐船由加利利湖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飘浮的乐趣 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好多人都说哇哦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 而且加南美地旅游公司这次的行程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 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马拉以林和骑骆驼登上西奈山 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 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 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详细资料 请和加南美地旅游的Pamela或者是Wendy联络 电话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太棒了 如果你有左派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呢 也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看嘛 现场实地传福音多棒啊 他们就会转头拜真神 不用拜左派那些假神了 左派这些假神说话总是变来变去的 他们一直强调 投票要是要求 拿着带照片的身份证 就是歧视 但是他们真的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 上个周六 华盛顿DC的民主党市长 Muriel Bowser的疫苗强制令 在华盛顿生效了 几乎是所有的商业和公共娱乐场所 都必须要检查顾客的疫苗情况 顾客必须是打过疫苗的 最少最少也得是打过一针的 要出示疫苗证明才能够进出这些场所 那对于12岁以上的 就是必须要出示疫苗护照 对于18岁以上的 还要再加一条更特别的要求 不光你要出示疫苗护照 同时你还必须要出示 带照片的身份证 这个疫苗护照跟带照片的身份证 两个放在一起比对一下 要证明上面的姓名 跟出示的疫苗接种卡相符 你才能够进去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华盛顿DC的市长办公室 官方发出来的影片 至於15年的公室 都索兴随时 食物図集团 multi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exercise and recreation facilities and event meeting spaces will be required to show proof of vaccination as well as a photo ID proof of vaccination can include your COVID-19 vaccination card either as a physical card or a photocopy as well as any digital tool as well you can also be sure to bring your photo ID if you're 18 and over and if you're 12 and over, you just need to bring that proof of vaccination. If you're not able to produce your proof of vaccination, as well as your photo ID if you're 18 and over, you will be turned away from these establishments. We want to see everyone support our local businesses, but we want it to be done in a safe way. So check out vaxdc.dc.gov for all the latest guidance on the new vaccine requirement. 哎呀,这不就歧视了吗? 去餐馆吃个饭还要证件, 比投票要的还多呀, 投票只要一个带照片的身份证就歧视, 去餐馆吃饭你还得再加一个疫苗护照呢? 左派不是一直在说要身份证这个事就是歧视少数族裔吗? 因为少数族裔的选民好可怜, 都不知道去哪里办身份证, 他们都没有带照片的身份证。 一个左派的组织,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网站上面写道, 少数族裔选民不成比例的缺乏身份证, 在全国范围内高达25%的达到投票年龄的非裔美国公民, 没有政府签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 而白人中只有8%的人没有。 你看, 种族歧视了吧? 黑人有25%没有, 凭啥白人只有8%? 他们现在让这些没有身份证的黑人想要参与到日常生活中都变得更加困难了。 民主党人在这两年内把需要身份证才能投票, 变成了需要身份证才能出门, 需要身份证才能吃饭。 但是这一切人们都发现了吗? 对于身份证件的双标, 人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一群亚利桑那州的学生针对这件事就发起了绝食抗议。 他们认为拜登推出的这两个法案简直太好了。 如果这两个法案不通过的话, 美国将会迎来民主的死亡。 所以他们愿意牺牲他们假期的时间, 用绝食的方式来呼吁参议院一定要投票通过法案。 在哪里,在外面的市场上, 在一间公司的街上, 一群大学生同一群的学生中。 我们不会停止 traffic, 别人去工作。 我们只是为了个Federal intervention。 在令a Winbury的学生中, 一群大学生在日子的病人。 它们现在在州大学生产生。 他们在意味着他们, 他们在他们的变化, 要承受之为了解决的委託。 它是判断的,而 84%的 Arizonans相信 在法律中的法律中的法律中的法律中 所以,这个派出的 divide是在设计的设计 我设计,让 bo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和 the Senate defend our democracy 而让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来到和设计,让我们设计, 让我们设计, there is a plan 得到法律中的法律中的法律中 人们在家出席时, 我们在家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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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美国现代的红卫兵吧 这个女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的 84%的亚利桑那州选民 支持这个选举自由法 我不知道她的统计数字是哪来的 事实上,在Montmouth University 长达13页的统计数据来看 有4%的美国人都希望在投票的时候 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 而黑人选民对照片身份证法的支持率 在5个月内上升了 13个百分点 到了现在有超过4分之3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 支持使用带照片的身份证去投票 那这些学生绝食的举动 不会对法案通过起到任何的作用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你又不是进食祷告 你只是绝食抗议 如果只是用绝食抗议来威胁 那参议员就会按照你的想法去投票的话 白宫门口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绝食 这些抗议的人举的旗子 上面还写到Black Voters Matter 黑人选民很重要 所以他们在做的这个一切 都是在为了黑人同胞谋福利 因为歧视了 说穿了 这些人才是一群歧视别人的人 因为他们认为黑人就是没有身份证 而且不知道要去哪里办带照片的身份证 下面这个视频非常经典的诠释了 在这些为黑人伸张正义的人们的心中 他们对黑人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或许看完了之后 能够更加帮助我们来理解 歧视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是更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在政策的地方 和民主兵人们的这种地方 是更可能的一个人 和中国人们的这种地方 有些人们的区别人 跟他们没有关注 这些人们不是有空间 这些人们地区别人住他们 有些人或其他地方 和其他人有进行市场 在你会不会有电视线的 这是什么会让你找到 这种东西在路上 会不会难受到 黑人的地方 对那些人们要有关注 对对于黑人的 黑人能没有使用 黑人们能支支付 I feel like they don't have the knowledge of how it works Here in East Harlem to ask black people their thoughts on what you just heard Do you have ID normally?Do you carry ID around? Yes, I have state ID Do you carry ID? Yes, I do Do you know anybody, any black person who doesn't carry ID? No Everyone that I know has ID Why would they think we don't have ID? That's a lie Why would they say that? Do you have ID? Yes There are a lie that black people, especially poor black people, have no access to the internet Can't figure out how to use the internet That's just stupidity, honestly Everybody ha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Even a little kid could figure out how to work the internet Problem is that if you go to vote and they say could we please see your ID to make sure you are who you say you are I love showing my ID Do you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Nope Would you have a problem if when you go to vote and they say could we please see your ID to make sure you are who you say you are? Do you have an issue with that? No Would you have a problem if there was a rule where you had to show your ID in order to vote? I don't think so No Would you have an issue if there was a rule saying you got to show your ID before you vote? No You cool with that? Yeah 这个影片我每次看我都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 把那些人的歧视和无知展现的淋漓尽致 黑人不会上网吗? 黑人没有身份证吗? 黑人不知道要去哪里办驾照吗? 黑人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些 因为他们没钱办网路 他们的大脑太笨 所以不会上网 这样的人不叫歧视 那什么叫歧视呢? 在左派的浇灌洗脑下 已经培养出了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会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别人 来可怜别人 要为这些可怜的人争取权利 因为这些人比他们更加的低等 所以应该是被保护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绝食 不会对这两个法案产生任何的影响 因为很大概率不会通过的 目前为止没有共和党人支持 并且民主党的参议员 周曼奇和Kirsten Sinema 这两个人对这个法案也是持反对意见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得意 还是要把这两个法案继续放在祷告当中 就算这两个法案这一次又在参议院被驳回 但是他们还是会不断的改名 不断的提交差不多的法案 他们不会放弃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不会放弃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在上掌权者 都需要有一些正义 这个正义不是他们自以为意 而是来自于神的真正的正义 在这里推荐给你正义的味道 用了这个杯子真的不一样 连喝豆浆都带着一股正义的味 非常精致的杯子 是我们为我们的会员特别准备的专属礼物 只要你购买了12门图及以上的会员 就可以截图发给我们的email 来向我们免费的领取这样一个杯子 如果想要当做礼品来送给朋友 也欢迎点击信息栏中的链接单独购买 也欢迎您继续支持我们的事工 我们真的很需要您来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让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事工持续运转 那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有位英国人曾说 假使我有千磅硬币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而他的第五代子孙继续效法这样的精神 你会觉得感动震惊 还是觉得他们是傻子 你渴望一个全新的开始吗 邀请您一起来听听这位说着流利中文的英国人 他怎么说 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 每冬时间下午7点30分 每夕时间下午4点30分 线上直播 由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代替宗牧师 带您了解如何拥有崭新的生活和生命 详情情恰 北美好消息电视台 909 594 5599